就是這個規定 每個人低銷100元 卻因為認知不同 引發消費正義 電台主持人簡明心 前幾天和兩名女性 有人到咖啡廳用餐 其中兩人各點了80元的咖啡 另一位叫了一份 145元的鬆餅 加起來305元 認為已經達到低銷 但店家主張 不是每個人都超過100元 要求再加點 我們只有想說 可是我們用鬆餅來抵 我們消費超過這個 低銷額可不可以 那他就堅決說不行 我就覺得說好吧 那真的也沒有辦法 事件鬧上臉書 靠北奧客引發爭議 有的人認為總額超過就可以 也有人覺得不滿店家規定 就不要去消費 那我們餐點也有 都是有像我們蛋糕 都是在幾十塊 你點一杯80塊的 那是不是你點一個 幾十塊的東西 是不是就已經就100了 是他自己堅持不願意 真的身體不是他 進到店裡面 他沒有辦法消費 然後甚至是有一些 郵民或街民 他們真的有難 他們路過你們店 但你們要不要給救援 低銷規定大不同 有人以人頭計算 也有以總額計算 部分店家規定 來店客人 最少購買一杯飲料 還有咖啡館 連外帶都要求低銷 在成本上精打細算 我們會先採最低的價格 跟最高的價格的中間值 然後另外一個方案 可能就是我們可能大眾 可能平均的消費 可能在45至55這裡 然後取為做一個低銷的標準 因為開店進來營業 然後很多客人可能就一次進來七八個 有些人可能就沒有點餐 可是他還是會想說要吃飯喝湯的 因為我們的店是自助式暢飲 就怕賺的錢抵不過成本 店家金算低銷 算盤撥的金 還得考量消費心理學 記者林志堅 許上方 台北報導